紅綠燈上垂著好幾根好長的稻草 隨風飄揚 近一點看竟然有小鳥停在上面竹巢 雖然目前還可以看到燈號 但有駕駛擔心 未來如果鳥巢越來越大 恐怕會遮住耗置 影響交通安全 6號上午9點多 有民眾發現宜蘭市陽明路上 有一處紅綠燈被鳥巢占據 有民眾覺得相當危險 向交通處通報 上面有鳥巢 好像已經三五天了 一開始不會 現在再下去應該會影響 應該要輕了 縣府表示宜蘭縣 大概有1400處的耗置化路口 每兩個月會委外給廠商巡查一次 而這處路口最後一次巡查 是在3月12號 當時沒有發現被竹巢的情況 沒想到不到兩個月 就被小鳥選在這裡竹巢 高空坐夜車 會先行上去看鳥巢 裡面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有幼鳥 或者是有鳥的蛋的部分 我們會先詢問我們農業處 應該要如何處理 那如果是上面是已經沒有幼鳥 也沒有蛋的部分 我們就會把它做排除的動作 高空坐夜車道場 將人員送上紅綠燈旁邊 確認沒有幼鳥以及鳥蛋 拿著白色的大塑膠袋 將鳥巢放進去 接著一一拔除垂下來的稻草 讓紅綠燈恢復原貌 也讓用路人視線不受影響 TVBS新聞簡搭成成家童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